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有好多特大城市 这些城市每天都日新月异 各方面都在不断地进入 比较靠前的城市 比如深圳 广州 北京 上海 重庆 武汉 成都等等 我们能明显地看到 这些城市的摩天大楼 变得越来越多了 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 中国的摩天大楼就超过美国 成为全世界摩天大楼数量最多的国家 尤其是深圳 摩天大楼多到不可思议 有人对全国主要城市 拥有200米以上摩天大楼 进行了统计 深圳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第一 后面的几名分别是香港 武汉 上海 广州 超高大楼是一个城市建设水平 最直观的体现 对城市影响力和形象的提升 有重要的作用 在建设这些楼的同时 也带动了其他方面发展 比如钢材 水泥 玻璃 装修材料的好处肯定有很多 这是可写的方面 当然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比如这些楼 在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时 这些摩天大楼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 或者是人员紧急疏散方面会不会有问题 对于飞行物的安全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它让人忧虑的方面也挺多的 列不完蛋 但各城市还是不断地建设 各种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既然存在 自然有它的道理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所知道的喜与幽又有哪些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大家帮忙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 拜拜